大家好,今天2018年3月25日 今天呢,我們要來示範這個火龍果呢,怎麼施肥 那我個人用的肥料呢,是屬於這一種有機農業用的有機肥 那有機農業的有機肥呢,它都是屬於植物性的成分 它沒有動物的糞便 那我們以這顆,這後面呢,有大約兩三顆的火龍果 以這火龍果的數量來講呢 單株來講呢,我們大概施肥大概 以這水瓢來講,裝滿來講呢 大概使用三分之一 所以呢,這三顆呢,就大概一瓢 就大概使用一瓢的量 那每個,估計呢,看到那個肥料顆粒呢,快沒有的時候呢 我們再補充就可以了 那果龍果是蠻吃肥的 那我今天呢,吃肥給大家看 那未來它到時候,長果實的時候呢 我在拍影片呢,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,謝謝收看